新竹地檢署2月29号早上指挥搜索新竹县长杨文科的办公室 进一步月谈楼叶问讯后 检察官认为杨文科涉贪污治罪条例的罪嫌重大 但是没有申请挤押必要 预领杨文科50万元交保后传 疑似与竹北市填壳案有关 本署检查事务官此法院搜索票 依法搜索涉案人住居所及办公处所 并传唤杨文科先生等相关人员到案厘清 杨文科当天原本行程式前往竹北天后宫 点燃全县中小学运动会圣火 进行起伏仪式 还没出发就遭带回调查缺席活动 地方推测这回县长遭约谈 可能是工程处涉贪向上发展 去年9月地检侦办竹北市天坑案 搜索厂商与新竹县政府 前公务处长江良渊的办公室 最后在他的台中住处搜出钱玩现金 涉嫌收受建商贿赂向法官申请挤压获准 当时检方就曾陆续传唤杨文科 前往地监署说明都是五宝请回 因为这个事情呢 其实是深深的重创新竹县政府的一个形象 特别是重创了所有的广大的新竹县民 对于杨文科县长的一个信任 我想我们不能够容许任何贪污舞弊的事情发生 县长杨文科他尊重而且全力配合司法调查 也期盼司法公正的审理还其清白 新竹县府强调县长绝无任何不法行为 交由司法程序理行事实 TBS新闻城市明菜新于新竹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新竹真正公开设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小宝宝